那么你看最近这几年来 中国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可以说美国开始积极的调整 它的全球战略的一个重点 那在对待中国外交手段更加的灵活 也是更有弹性了 在今年6月份两国领导人的会面 原本是定在9月份进行的 但是却提前到了6月 而且是在一个私人的这样一个庄园里进行了 那两位老师觉得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举动 传递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这个事我了解的比较早 那么3月份当时美国财长雅各布鲁来北京的时候 当时北京的几个朋友在一起见面 那么大家就在算 就在算到底两国领导人能够什么时候能见面 因为一方面美国总统换届 奥巴马连任成为新的总统 习近平作为中国的国家主席也刚刚当选 那么当时美国国安会的亚太事务的助理 麦尔文就提出 就算可能要到莫斯科峰会才可能见面 那么大家都说这个时间可能太晚了 这个时间搞得这样 而且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美国的财年计划它是到6月份就截止 那么如果到6月底不能够两国元首有些安排见面的话 那么接下来这一年好像就没有什么预算来支持一些新的项目 所以最好能够在6月底之前见面 美方也认为美国的一些学者也认为两国领导人越早见面越好 所以当时大家也在呼吁这个事 那么双方的领导人见面显然是两国利益共同的一种诉求 从美方的角度来讲 尽快地和中国的领导人见面 那么了解新一届领导人对外交的一些看法 对美国来讲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美国比如说冲返亚太也罢 或者是再平衡也罢 还希望跟亚洲地区的大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关系 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也想 其实你如果看习近平的讲话和我们18大报告 那么中国在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那么决定了中国的主要的经历也是在国内 要把国内的经济转型 城镇化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 那么他就需要在外交上也要稳定 所以你看习近平上任之后 他也去了不少地方 实际上其核心也是为了 首先为国内的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基础 所以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稳定和中美关系 也是中国要集中精力把自己问题解决好的前提 所以两国领导人把会面的时间提前 是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 那么同时选择庄园这种形式 我想最主要的还是要在面子上过得去 就是既不体现出中国有求于美国 也不体现于美国有求于中国 而是采取这种顺访的这种形式 到庄园在度假期间见面 这样就省掉了很多繁琐的外交程序 又可以使两国领导人能够静下心来谈一些具体的问题 而且这次会面的结果也表明 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于私人之间的会谈 可以交流一些看法 所以这种安排应该是双方精心制定的结果 赵老师讲了很多 我就补充了点关于庄园的会见 应该不是中美首脑的第一次 第一次实际上是江泽民主席跟小布什 在德克萨斯在他的牧场上面的这种见面 当时正好是开十六大 为了这次会议还把十六大时间推迟了 这等于是所谓的 就不是一般的这种国事访问 我就比国事访问更近一步 因为我们是成兄道弟了 是在你们家里边去做客了 时间也比较长 谈的事也比较多 第二就是在奥巴马当选之前 美国的这些智库 包括李肯如他们都给奥巴马禁言 李肯如当时写的备忘录叫Bring China Back 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建议 就是说中美双方这种攀根错节的关系 中美双方对整个国际事务发展的这种影响 需要他们两个人经常见面 甚至他提出来他们的见面应该是嫉妒性的 这种routine的城市性的 但是不应该仅仅是在比如说G20或者是其他的国际 或者联合国会上去见 应该有他们自己单独在见面的时间 大概也是在这种情况下 有了这次见面 当然见面因为第一夫人出现没出现 引起了国内的或者是国际的 包括里程都认为Michelle好像不出来 是不给面子 我倒觉得那个实际上是一个次要的小插曲了 关键是两个人见了 而且谈了这么多 我们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 但是我想他们谈的时间越长 对解决中美碰到的问题 对增加互信我想是作用会非常大 我们看2010年的时候 美国借由南海危机高调的宣布说要重返亚太 它减少了在欧洲的一些军事存在 这一政策实施以来给亚洲地区可以说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甚至是动荡 后来奥巴马也说把重返亚太修改为战略再平衡 两个觉得这种修改 就是重返亚太和战略再平衡 在实际上有什么区别吗 我不觉得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就是个字眼上的事了 大概现在我见过在美国开会的时候 碰到过美国的前任的这些军官和现任的这些军官 大家好像一直都认为坎贝尔提出的pivot 就是重返亚太这个词应该是选错了 再平衡pivot还是怎么样 我自己觉得也是卡特总统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经常说的 就是说美国人什么时候离开了亚太 对不对 在日本 在韩国 在其他国家 他并没有离开 当然 希拉里 克林顿和其他的 包括他的国防部长 在山谷里拉会议上说澳在今后多少年 我们海军的60%的asset会移到亚太地方来 但是这个情况 你说他是不是削弱了自己在欧洲的这种军事实力 因为我们不是做军事的 没太关注他的军舰或者是飞机什么部署 我倒觉得实际上这些事更多的是说的比较多 实际上是不是有多么大的阴谋 我确实是表示怀疑 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要遏制中国 要制止中国的这种崛起什么的 我觉得好像是多虑的 美国除非是发了疯了 才会要跟中国去作对 连叙利亚 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 王吉思教授就说了 连叙利亚这样的国家 美国都不敢动 他们会丧失理智到要跟中国去做什么吗 他说我这样说可能是政治不正确 但是我觉得情况确实是这样 想象说美国要把中国怎么样 只不过是一种想象 是一种其人优天 你觉得这个词的转换只是一个用词 我觉得转换可能是 是不是要pacify中国的一些精英 中国外交部 就是说你这重返亚洲是什么意思 可能有一点这方面 但是我觉得实际的政策方面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 我不知道赵教授同意不同意 就是在政策层面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你同意吗 我部分同意 第一个我同意刚才姚维讲的 美国冲犯东南亚或者pivotation 肯定不是一个阴谋 这是美国 美国在战略上向来不讲阴谋 他讲羊毛 他重点考虑的是 第一 这个地区非常重要 刚才你提到 究竟这个词的变化是不是有意义 我觉得还有意义的 首先 我其实更欣赏希拉里讲的冲返东南亚 因为这样一个说法 明确提出东南亚对美国的重要性 因为现在中国力量的上升 不光中国力量 包括印度力量的上升 改变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 冲击是很大的 美国是一个全球的大国 那么它必须要寻求全球的稳定和平衡 所以冲返东南亚 它使得看到东南亚在今天的国际战略气局中的地位 在急剧的上升 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领导力的一个大国 它要重返东南亚 它必然会引起其他的一些地区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它要冲返东南亚 中东怎么办 欧洲怎么办 而且东南亚是否包括日本韩国 东北亚怎么办 所以冲返东南亚好像就很明确的 好像感觉到其他的地方不重要了 或者其他的地方没有纳入美国这一次战略调整的核心 那么这样就会使得造成很多的误解 而最后定格在亚洲的战略再平衡这个说法上 我认为比前面要从政治上来准确一些 至少一方面它使得东南亚不再变得那么热 比如说东南亚就很明确就讲美国要冲返东南亚 那么意味着中国的影响力就会受到平衡 那么战略再平衡的话就讲得比较委婉 一方面就会使得美国从事中东的人就感觉到是平衡而已 比如说究竟怎样平衡是最后达到了均衡 或者达到了美国国家战略利益所需要的程度 那么这可以来讨论 就不至于说明确的把东亚看得最重要了 同时也使得比如说南亚的人 比如说对印度来讲 因为印度的上升 美国也感觉到 尽管现在还不足以对美国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长期下去 对美国也是有影响的 那么那些坐印度方向的美国的战略界人士来讲 我重防亚洲战略在平衡 我印度也可以要平衡 印度洋和太平洋都要平衡 那么包括东北亚 他会感觉从领导 从白宫或者国防部来讲 他感觉到比较好平衡 这样大家做到共识的可能性会更大 所以战略在平衡定位上 可能是更符合美国的战略时机 至于说他在执行当中会怎样 那可以再讨论 那么这样一种布局 显然不能把它看作说要遏制中国 因为从美国的能力来讲 他想遏制中国 就像亚维刚才讲的 连叙利亚他都可能做不到 那么中国就跟他们上了 他也遏制不了 但是美国在寻找办法 寻找办法怎么把中国纳入到未来的亚太的这样一种新的秩序当中去 比如说他做TPP 那么他要把新的贸易或者是经济规则来制定好 当然很多人批评说你这个标准是不是定的太高了 美国人包括克特堪贝尔讲 我美国人做东西就要做标准高的 我不能做标准低的再改进 我一开始就要高的 但我做好了等着你进来 也就是说美国希望这个地区是21世纪最具活力的地区 美国应该在这个地区上提供一种地区的秩序 而且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他希望跟中国合作一起来把这个秩序做好 但当然现在中美关系很复杂 在不同层面 比如说在军事、在经济、在价值观、在文化 在各个领域里面大家对中美的互动感受不一样 所以有的人认为更多的强调是对抗的一面 有的人更多强调合作的一面 这也都没问题 恐怕这都是在亚太秩序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 那么现在对中美来讲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持各方的力量在这种互动或者寻求均衡的过程当中不发生意外 不因为某一个意外的事件而干扰这个竞争而建立起一种 无论是中国说的新型大国关系也好 或者美国所讲的中美的一种伙伴合作也好 这个目标大家应该是清楚的 是共同的 那么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来保证它这种竞争的一面 或者是甚至对抗的一面保持一种良性的方式 不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 这个是双方目前要关心的问题 刚才赵教授说美国要制定规则 而且是高标准的规则 让我想起来94年的时候95年 我们当时都在美国念书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组织在美国念书的这些或者是做访问学的这些中国人去参观美国的各个部门 我记得我们当时到了美国国务院 然后好像也没有地方接待我们国务院的非常低级的官员 我估计是个科处级的官员 让我们到国务院的餐厅 然后坐在那大家在那说话 然后他当时正在搞关税入关的谈判 当时这个官员应该是非常的交恒 非常的傲慢 就告诉我们说 就是现在的WTO了 这个规则是我们做的 你们要进来 对不起 一定要守规则 而且承诺你守规则 你才能进来 我们谈判了这么长期 最后我们是进去了 我们进去的时候可能不是很爽 总觉得你制定了这么多规则 一定要让我们去受制衡 但是进去以后 我们实际上是最大的获益者之一 你现在看我们入关之后 中国整个经济的这种发展 所以我觉得刚才说到的TPP可能也是这种情况 倒并不一定是一种说要遏制中国怎么样 因为实际上我觉得将来如果真的进入TPP 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对中国整个的这种发展可能又是一个新的促进 倒并不是说我搞这个东西是要把你中国排除在外 然后通过这种排除遏制你的决心 现在经济学界也有些人对这个看法有点改变 从今年以来 大家说TPP你仔细研究一下的话 它的规则设计的标准很高 比如说环境的标准 劳工的标准 各方面竞争的标准 那么我们如果不是整个国家能够承受得了的 但我们一些地区 比如说上海 比如说广东 可以先进去 可以先进去谈着 那么以高标准的要求他们 然后让中西部的地区可以先以低标准来进行 我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么究竟这个情况怎么样 你总要参与一下才知道 所以你不至于说 就把它看作一个洪水某时候不去接触的 如果它真做成了 你再想再意识到要参与的时候 可能代价更大 所以我的主张也认为可以拿出一个省或者拿一个城市 先进去看看到底是阴某还是阳某 先试一试 总归是可以的 先试试试 是吗